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法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 需求就更为旺盛 其中有不少产品就来自广东 我后面的货物就是 即将被运往法国巴黎的一批货物 它们是来自于广东制造的 各类鞋帽 服饰 以及拉拉队会使用到的 小夜灯 荧光棒等等 十几个小时之后 它们就将抵达巴黎 近期南航至巴黎航线的飞机 几乎斑斑满载 据统计 此今年6月份以来 南航物流广州国际货站 运往法国巴黎的货物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65% 近日 一场绚丽的无人机和烟花表演 在巴黎上演 1100架无人机组成队列在空中变换 勾画出奥运舞环 奥运火炬手等造型 点亮巴黎夜空 这些无人机可以同时呈现出 无人机灯光秀和无人机挂载烟火秀 两种表演形式 参与本次表演的正是来自深圳的企业 接下来 这支无人机编队 还将在凡尔赛宫进行演出 直至巴黎奥运会结束 同时 来自深圳的这家LED 显示应用与服务企业 将在本届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 提供超高清显示产品与直播支持 我们有超过50块的大品将被应用在奥运会的开幕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